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奥斯顿舍格兰这个区的新房子 它的价位差不多在五六十万美金左右的区间 舍格兰这个区的新房子价位还是相对高一点的 因为舍格兰这个区发展的比较早 所以这边的新房子确实挺少的 这个位置离中国城的位置是非常近的 所以这个位置也很方便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房子的社区 如果您对这个社区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我们现在看房子了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房子是一种非常现代风的这种别墅 你看这一个窝窝里 这个Codecide里面都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这是我们看的比较少的一种风格的别墅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别墅的居住面积是 三千四百九十六尺 然后很现代风的感觉 可以做成两车库也可以做成三车库 整体的感觉就是 这样子 一进来就是很 煞白煞白的 就是我比较喜欢这样的风格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现房没有家具 所有的房子都是不带家具的 然后一进来就是很高挑的感觉 然后呢 这边是有一个客人用的卧室 是带洗手间的 你看它都是这种大的落地窗 特别阳光明媚 特别舒服 很久之前 只有那种比较好的定制 才会做成这种现代风格的 一般六七十万的房子不是很多 有现代风 然后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现代风 所以现在这些定 这些就是六十多万的房子 也都有这种现代风格了 好 让我们来它漂亮的大客厅 您看哈 这个房子您注意看一下 我比较喜欢它的一个点 就是通天的大高挑 就这种 厨房也是大高挑 完全就是大高挑的这种 大高挑 无压力 大窗户 主餐厅两面大窗户 真通透 就任何一个朝向 这个房子都是巨量无比 你现在是什么灯都没开 巨量无比的一个朝向 这个现在看到的这套 位于休斯顿的舍格兰这个区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 现在来看到的呢 就是客厅两面大窗户 然后外面有一个padeo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套现房 就是在售的 这个房子的售价是六十二万九千美金 我觉得这个房子也是有一点缺点的 就是它的院子确实很小 八千多尺的真地 不是很大 而且院子不是很规矩 现在我们要进来到它的主卧看一下 这就是它的主卧 然后主卧的洗手间 这个主卧的洗手间很有意思 是它把这个浴缸放到了洗手间的淋浴间旁边了 这很方便 就是您从浴缸里出来之后 也不会把这个水都溅到外面来 但是您可以选择 选择浴缸在淋浴间里面 也可以选择浴缸淋浴间分开 也可以选择让淋浴间非常大 不要浴缸 这都是您可以选的 洗手台 然后过来之后呢 有一个衣帽间 这是一个女士 管他男的女的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还有一个衣帽间 所以是男女分开的 然后这边是马桶间 然后亮点来了 我们从这个衣帽间出来了之后 就看到这样一个空间 我说实话哈 我觉得这个空间稍微有点浪费 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还不如把衣帽间做大一点 但是它确实是可以把衣帽间做大一点的 然后呢 再来这边就看到了一个中式厨房 这一点是很棒的 62万9中式厨房都已经配好了 炉灶之类的都做好了 您可以如果嫌这个火小 您可以换成一个方态的那种炉灶 然后把抽烟机换成方态的抽烟机 唯一一点不好 就是这个中式厨房不是很大的 所以放不下冰箱 像我们家中式厨房是能放下冰箱的 可是它旁边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londry room 这个房子 房间本身它应该是一个车库 但是这个房间给改了 这么大的落地窗 做一个洗衣房 真的好浪费啊 就是您也可以选择在这里面 做成一个巨大的一个中式厨房 但是您只有选件的时候才能做 这个厨房已经是不能改了的 好大好阳光明媚 好我现在从这边出来 这个门就是去车库的门 往这边走 我们要回到客厅了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 客人用的洗手间 然后后面有一样这样的一个 一个房间 储藏间 然后再过来就是又回到了漂亮的大客厅 最大的亮点 好宽敞 好亮堂 空间感真的太棒了 这个房子 好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忍不住在家二楼看一下这个大客厅吧 好漂亮 然后到了二楼之后呢 我们先从右手边开始 这是一个活动间 然后 这是一个储藏室 这个房间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放映厅 也可以不变 现在这个房子是没有放映厅的 如果有放映厅可能再要加一些 加一些升级的钱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 卧室 您看它的窗户都特别大 特别落地 然后这是一个衣帽间 卧室门口就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带窗户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看另外一面 其实二楼的亮点并不是很多 大多数房子的二楼亮点都不会很多 那它这个二楼是两个卧室的 这边是二楼的第二个卧室 这个第二个卧室是配置洗手间的 而且这个洗手间还是双头的 就跟一个普通的这种 飘得稍微便宜点价位的房子的 这种主卧的洗手间差不多 所以这个的配置还挺好 没开灯 让我开灯吧 开灯了 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 觉得它的卧室不够用的话 这个户型是可以加的 也就是说在这儿本来就是一个卧室 中间这儿开一个门 然后旁边再加一个卧室 所以这个房子可以做成五个卧室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我们现在去院子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院子没有太大的亮点 形状不是很规则 但是如果您还是很喜欢这个户型 你还是可以选一个更规则的地方 只是这个县房形状不规则 应该一出来有这么大一个padeo 这个padeo选得很好 然后呢往这边走 看到是这样的一个院子 这边还有一块 所以它这个院子 不是特别规则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顿历程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这个位置离中国城的距离比较近 离中国城只有20分钟就到了 但是其实瑟格兰本身就有中国超市 也不一定要去中国城 它离其他的位置 比如说离休顿的非常大的一些购物中心 像Uptown那些都是25分钟就到了 然后如果去休顿的博物馆区 或者是动物园那些地方的话 差不多35分钟 其实也就算是市中心的距离了 如果去MD Anderson医学中心 就是我们所说的medical center 也就是36分钟的这样子